我们现在行驶在G315国道上面 这两边的这种地形又是这种亚丹地貌了 最近每天看的风景就是这种亚丹地貌 看了最多的就是一个 荒漠 然后一看有些都沙漠化了 其实开在这种路上还是特别有感觉的 就是穿越无人区 然后这边的海拔还是有这么高的 接近3000 你看那旁边种的那种东西应该是防止沙漠化的 是的 你看是装了一些装 我们以前走新疆的沙漠公路的时候他就种了这个的 这种草层 也是外面的已经沙漠化了 对啊 道路两边这个一望无际的全是亚丹地形 连线这个路就是上下上下 我们等会要走那种U型公路是吧 有一个天路 就挺像U型的 直接冲到天上去了 嗯 其实这个都有一点这种感觉 对 是挺像的 嗯 但这边的这种风景看久了还是稍微有点省被批了 有一点点枯燥了 对都是一个颜色 不丰富 当然我们也是第一次走这边嘛 感觉还是喜欢还挺好的 这些路上都是没信号 对没信号没水 哈哈哈 我们现在远处这条路啊看就挺像那个U型公路的 直接通到天上的感觉了 对 直冲天际 看嘛 是挺像的啊 对 有那种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在那 有点像 嗯 是挺像的 对 连这个路都是波浪起伏的 嗯 就是啊 但是其实开着并不是那种起伏路面的感觉 对对对 不过这个路两边 其实呢 不要在路面拍照 这个一定要小心 那个很危险的 嗯 好多人就站在路中间去拍 然后这位大货车又多嘛 嗯 挺危险的 感觉前面这个有点不像那个U型公路 好像那个坡都没那么等 你这远处看得完整个 你走近距离的话就 就没了那种感觉 嗯 差了一点感觉 就是在这个青海无人区啊 哇哦 好大的风扇 你看 嗯 远处都是灰蜗蜗的 这边沙漠画也挺严重的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景啊 刚刚还能看看亚丹地貌 现在就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嗯 一片荒的 两边全是荒的 嗯 看这个天气也是有点那种沙城的感觉 这个是这个U型公路吧 嗯 对对对 先往下再往上 我操就这儿了 就这儿U型公路 这太光年了 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 我们刚刚从我们这个方向就是往下开 然后突然就看到这个路了 这感觉还是蛮壮观的 对 直冲天气 对 但是还是不要去路中间拍照 确实有点危险 嗯 前面就有几个人在那儿拍照 确实很壮观的 嗯就是啊 要可以再放大一点 那种感觉特别棒 这种可能树屏看起来更好一些 这个U型公路确实是非常的壮观的 直接通到天上去了 可能开在上面没什么感觉啊 对 要从远处看 因为它不可能把设置的那么危险 那个路 但真的建议大家不要去那儿重新拍照 其实现在算是车流量比较小的季节了 对 尤其是旺季的时候真的很危险 这两个人直接跑路中间去了 因为这边货车还是比较多的 我刚刚旁边的车就冲的蛮快的 哇 你看好多风沙 嗯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 在这里或在对岸 长路辗转离合悲欢 人去又人散 放过对错才知答案 活着的勇敢 没有生的光 还你我生而平凡 在心碎中人尽一寒 生命漫长也短暂 这个路开到面前就没什么感觉了 感觉和平路差不多的 从远处看确实空度挺大的 但是他也不可能把公路设置的很危险 就像沙漠冲坡的那种 其实开着一点感觉都没有 哈哈哈 这个U型公路哈 一走在上面其实没有任何感觉 一定要在那边这个高处啊 往这边看 才有那种就是突然往下 然后直冲天际的那种感觉 开在路上真的就感觉是平的 哈哈哈 但这边的风差还大了 好冷啊 拍这个视频不容易啊 有点自规登 只要到后面去 好大的风啊 她在咬这个风 哇塞 风太大了 特别冷吹的 然后风沙也到 刚才吹了我一嘴都是渣的 这个U型公路一定要在高处看 而且是从那个方向过来才有那种感觉 从这个方向过去就看不出来了 但是大家注意 千万不要在路中间去拍照 太危险了 就路边拍一下就可以了 要完没上车吧 好冷啊 手都给我吹麻木了 我现在继续出发吧 这个风吹了我 整个人都不好 我刚刚眼睛都有点进砂了 我刚刚嘴巴单开了一下 嘴巴进砂了 哎呀 这一路上真的是 风沙太大了 这个 远处看着还是非常壮观的 继续出发 今天到达小菜单 也没有太远了 基本上一个小时就能开到了 这一路上有非常多这个风力发电机 但是 奇怪的就是风特别的大 但是一个都没转 是为什么呀 可能风向不合适是吧 可能风向不稳定啊 就没有一直转起来 只有很远处有几个在转 这边一勾都没转 这边一勾都没转 都这么大呀 对 那很远的地方有几个在转 应该就是风向的问题吧 有可能是 嗯 所以修这个风向还是很讲究的啊 在向前 乱刮的光 在人群在天 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人泪水铺满了双眼 随目眼泪满面 不要深的狂欢 只要你的平凡 此心此生物 和生命的火力点燃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